这是疫情结束之后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它的校园全面开学第一天 在中国大陆有近17个省市 在年度预算报告里面 看一下2022哪个省市 用在防疫的公务支出最多 结果广东呢 它整个防疫支出超过人民币700多亿 和新台币一年 它在防疫就用了3000亿 第二位是浙江 用了人民币435亿 而北京呢 是位居全年用在防疫预算的第三位 也有花了人民币300亿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开学全面回归正常化的 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新的学期呢 我们不再进行测温和核酸检测了 大家看一看 这个都是我们上学期使用的设备 进校门的体温测量器被戳到一边 学生们走进校园 也不用掏出核酸检测证明 大陆将新冠疫情 列为以类仪馆后 首个开学季 很久没有回到学校嘛 然后就是 就有点兴奋 有点激动 因为在学校里面的生活 还是跟线上的不一样的 先有点不熟了 可能有点 对了天什么的 先交流交流吧 不用担心 动不动全校师生 核酸检测 或许全校突然停课 改线上教学 防疫政策放宽后 即便确诊 学校的应对方式 也弹性许多 如果这个班当天 新发发热人数超过五例 或者达到了一个班 人数的百分之十 那我们这个班 就可能会停课五天 依照各地规定 校园适度防疫 有鉴于专家建议 染疫后康复者 应避免高强度运动 贵州当地教育部门 因此取消男生1000公尺 女生800公尺的中考体育项目 如果出现群力报告同学 向报老师 可以吗 广东也将中床跑和游泳 改为体育中考 不强制的选考项目 有学校为了安抚学生 重新回到校园的焦虑 开先例 允许学生将自家宠物 带到学校陪同上课 比如说下次金鸡 或者是乌龟 或者是那个鹦鹉 这些如果比较方便 是放在这个班上的 我们也允许他们放在班上 广西南02中放行宠物到校 每个班还能养一只班宠 疫情过后回归正常 需要适应期 而大陆17个省市 近期则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 披露2022年疫情防控支出 惊人的是 花费由广东居管 人民币711亿 超过台币3000亿 主要用于保障疫苗接种 核酸检测 一年花上数百亿做防疫之初 第二名浙江人民币435亿 北京第三也有近人民币300亿 在舍弃清零后 也难怪要积极复苏 中国大陆香港全面通关后 首个周六日 香港尖沙最广东到精品街 又出现陆克排队 买名牌的顺况 很多东西都没有买不到 就像包啊 什么很热门的一些东西 也都买不到 除了到香港扫货 陆克要到南韩 入境限制 不像先前如此紧绷 11号南韩提前恢复 核发中国大陆旅客短期签证 特别开心 因为韩国很近 以前在有签证的时候 中国人就随意 可能周末就可以去玩 我觉得蛮好的 变异这个双方百姓的交流 是吧 都挺好的 南韩政府表示 近期入境的中国旅客阳性率 降至1%左右 且未发现新变异株 中韩恢复旅客正常来往 有望尽快解禁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